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夏日之声队跟乾坤再造队他们进行了首轮的PK 而夏日之声队是以0.1分显胜了乾坤再造队 不得了 这一场的主题就是向本地前辈歌手致信的新周之夜 相信导师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马上欢迎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的就是乾坤再造队的吴坤杰导师 八面玲珑队的刘心玲导师 杰出非凡队JJ林俊杰导师 夏日之声队的夏慧导师 好的今天呢是我们第二回合团战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当然夏日之声队跟我们的乾坤再造队他们要继续的PK来争取这个荣誉之心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路陪我们走过非常艰辛来打分的评审团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的是歌手兼歌唱导师林伟强 歌手兼歌唱导师郑夏运 以及本地多彩多役的著名艺人洪盛安 到目前为止啊 已经有两位导师使用了他们的这个加分权 是就是心灵老师跟JJ老师 我们不能说他们怕输了 有一个还用的恰到好处 是是是 吴坤切老师 你比较落后了一点了 怎么样 这一期要不要用加分权呢 还是看着办 老师忍功一流 OK那夏慧老师呢 有没有那种冲动要用加分权 没有 就是看着办吧 那夏慧老师 那今天呢一开场 你想要请哪一位学员出来迎战呢 张庆福 他这次呢 心情不是太好 因为跟了跟了别人约了 约会而把他放放鸽子了 变成夜归人了 那吴坤切 张庆福是一个抢手 有经验的歌手 你会派谁上来跟他硬碰硬呢 首先我派出来的是一位运动剑将 我们团队里面的铁汉柔情 财成 财成的高度跟庆福有差很远呢 你现在是比歌艺 对又不是比高度 是是 是看谁的歌艺高 对 夏日之声队的张庆福 要带来一首 长青柯王 黄金元的代表作 夜归人 无端涌起了吴宇城 沙石折断了约遗痕 我悄悄的望 我悄悄的灯 又送走了一黄昏 一眼看穿过那五一层 也有模糊的灯一层 我带一分月 我带一分门 又书变了眼归人 这茫茫的雾 像赌上两门 怕夜归人 路也难闻 这沉沉的夜 像失去了魂 怕潮碎了梦也难闻 一眼看穿过那五一层 也有模糊的灯一层 我带一分月 我带一分门 又书变了眼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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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书变了梦也难闻 这沉沉的夜 像失去了魂 怕潮碎了梦也难闻 一眼看穿过那五一层 也有模糊的等一程 我带一份愿 我带一份愿 又书变了愿回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这样 这样 怎么 到底为什么 我要你 我要你放开我 我和你曾有过难忘的生活 又痛苦 又欢乐 你既然不再爱我 就该放开我 你又捨不得离开我 既然是你不 你不放开我 你却又不爱我 你为何为何不理我 这是为什么 我要你 我要你告诉我 我和你曾有过难忘的生活 又痛苦 又欢乐 你既然不再爱我 就该放开我 你又捨不得离开我 哇 这组PK 严格说起来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呢 但张庆福高大威猛 有高度 不过财成也不输他 他是浓缩型的 他有的是深度 是 那今天这个服装 是你自己装扮的吗 财成大哥 是我的朋友帮我选的 他觉得对新周之夜的这些老前辈致敬 就歌应该穿这样子 是吗 是 据我所知 这个庆福 平时很喜欢读诗跟写诗 有没有为你的团队 写一些诗来赞美赞美一下 有没有 夏日之声往前冲 美妙歌声在空中 两行 才两行 两行 这听起来像是团呼 老师勤劳 学员用功 其实多两句也比较好 对对对 可惜没有加分 还是要听听看 你今天的歌唱得怎么样 庆福大哥你好 你好 开始走进来 开始唱第一段的 前面两句的时候 你有点不稳 之后幸亏 那个拍子节奏就抓回来 然后就是在唱那个副歌的部分 你的 如果你想唱的比较凄凉 那个姓名比较凄凉的话 你可以加多一点点那个哭腔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财成大哥你好 你好 刚才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站在正中间 可能可以站在 那个台的旁边之类的再进来 就不会好像太空白 没有东西在表演的感觉 其实他那首歌 不需要太过多动作 只要表现出很稳重的步伐 走出来就已经很足够了 多一些不必要的台风 是不会加分的 那个小小的缺点是我觉得 每次在你在唱到比较激昂的部分的时候 你的声音会飘 你唱大声的时候 可能你会疏忽了那个音乐 可能就是结果音准就跑了 好 幸福大哥你好 你好 我是觉得你刚才表演的故事 有点奇怪了 因为你有事没事 就走到那个灯柱那边 深情款款的看着那个灯柱 然后去抚摸它 感觉上你爱的那个对象 是那个灯柱 就只有这一盏街灯而已 很有意无意的就想去摸一下它 感觉说你跟我一样的可怜 很孤独 你的尾句有时候可以拉长一点点 但是你很短 可是在唱的那个句子当中的一些字 你又拉得太长了 结果感觉像有一点点脱拍 所以这个可能就要注意 该长的时候让它长 该短的时候让它短 财成大哥我看不到你 因为你戴着帽子 已经把你的眼睛遮住一半了 因为眼神交流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觉得在唱这方面 就是音准的问题 尤其是你的最后一个字 你的我 因为你拉得很长 那如果一不准的话 你再拉长它就会很明显 所以就是这一点要注意了 谢谢 好 庆福哥你好 你好 你唱歌的时候 可以轻重音多一点 它就有一个层次 但是刚才你好像 那个声量都差不多一样一样的 最后那一句 我觉得你的夜说得太突然了 它变成好像不是三个字连在一起 谢谢你的字连 财成哥 作为表演者 我们会找走位 找位置 然后看那个舞台的灯光是在哪里 然后尽量打到那个脸上 让我们看得到你的那个五官 然后看得到那个眼神 因为眼神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以下 庆福今天我给你的真言就是 你敢不敢空舞 我其实不懂 空舞是什么 是雾吗 还是空雾 少林寺的那一种 可能你的声音都是十分的 都有十分一百分的 我要你回去听的时候 是听上面空的多少 有时你唱歌的时候 你需要留点位置 给你的观众的耳朵 去可以听到声音 你全部把它填满 你没有留空洞的话 我们就听不到了 ending的时候 其实你刚才你的委屈 你唱完了的时候 就还蛮好的 如果你就空空的 站在那边就好了 然后可是你还是觉得受不了 你还是要翻个心斗 他坚持要做这个转线的 因为不太自然 我就跟他讲说 要不然你当你唱完了的时候 你带着情绪这样转 就觉得我很难过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 现场又来了 那个毛病又来了 财臣呢 你唱歌的时候 你的气真的是定得太稳了 变到你的声音是硬硬的 没有 他没有什么摇晃性 没有什么摆动性 都是好像一个音这样子 这样去 然后你的人也不敢动 所以他整个在你台上的话 总是有一个很生硬的感觉 所以回去试一下 敢不敢动 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其实他本身是个运动 很好运动的人 他练的是健身那一类的 所以我教他动作什么之后 他就觉得一半就收回 不敢了 他需要多一些 律动方面的来补助他的歌唱 幸福是进步了 我常常讲说 要留后空给最后的拉音 但是因为他们的肢体 有时候很硬 或者是还不认识这些 那个歌的位置 或者是乐器的时候 单单的教他们的时候 是OK的 可是你教他连贯性的时候呢 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毛病 就挑出来了 今天你们两个的PK当中 也是要分个高低 对呀 我们就请我们的评判老师们 做准备 围墙先来吧 编号一 庆福先得一分 好 夏韵老师 一 二 三 也是编号一庆福 恭喜你 正恩 哎呀 也是给了编号一庆福 恭喜庆福 与此同时 这也代表了呢 夏日之声在这一局呢 是已经拿下了这一局 也要谢谢两位 杨坤在造队 夏日之声对这一局拿下了 对 你要继续加油努力了 那夏日之声对消费老师 接下来 是不是随便拍一个比较弱的就好了 也不是哦 这个是我之前讲过的 他是一个白纸 我甚至要把它拆掉 重组 好像一个脚踏车 那是谁呢 他是刘建祥 天变一颗心 这是一场硬仗 对 夏韵老师选了吴刚的歌曲 吴大哥也是姓吴 对 所以我在 我感觉你们两位好像不是在PK 不是 我们是认气的 他是我少上来的 今天穆坤 就是我所要派出的团员 希望他今天能拿出漂亮的真机来 夏日之声队的刘建祥 要以一首天边一颗心 为团队争光 天边一颗心 心啊 两颗心啊 叫我想起 想起你 那明媚的眼睛 天边一颗心 心啊 两颗心啊 叫我怀念 天边一颗雨水的荣泽 我心中 只有一颗心 我心中 只有你的柔情 但愿天边星儿长鸣 但愿柔情成为我心 天边一颗鲜 星儿亮晶晶 星儿叫我相识 夜夜相识到天意 天边一颗鲜 星儿亮晶晶 星儿叫我怀念 欢迎你那随时的柔情 我心中只有一颗星星 我心中只有你的柔情 但愿天边星儿长鸣 但愿柔情成为我心 天边一颗鲜 星儿亮晶晶 星儿亮晶晶 睡在乎身边一颗鲜 rain相识到天 overhead 相识到天明 昨夜刚爱你今夜就恨你 我像那花瓣被风吹落地 为了什么爱上你 为了什么爱上你 又为了什么被抛弃 昨夜的唱片尽难忘记 今夜的人儿尽难不离 就是这样被抛弃 就是这样被抛弃 再回头我也不要你 疼恨的人 可爱的人 千万不要提我提 也不要后悔我曾爱过你 爱过你 昨夜的唱片尽难忘记 今夜的人儿尽难不离 就是这样被抛弃 就是这样被抛弃 再回头我也不要你 昨夜刚爱你今夜就恨你 我像那花瓣被风吹落地 为了什么爱上你 为了什么爱上你 又为了什么被抛弃 昨夜的唱片尽难忘记 今夜的人儿尽难不离 就是这样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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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头我也不要你 可恨的人 可爱的人 可爱的人 千万不要你过去 也不要后悔我 曾爱过你 爱过你 昨夜的唱片尽难忘记 今夜的人儿尽难不离 就是这样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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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头我也不要你 不要你 这场PK 一个是 历经沙场的李慕坤 是 一个是新兵入武 刘建设 下回老师有讲 要让他脱胎换骨 要让他呢 有不同的感觉 今天这首歌呢 我就不晓得 夏日之声的小弟 有没有就是 达到老师的期待呢 应该是 有吧 有 有一点 已经是很明显的有了 那这首歌 是你自己选的吗 我逼他唱这首歌 我要改掉他的 原来的那个唱腔 天黑一颗心 刚好都是在中低音 在空间方面会比较大 所以在音色方面 就会有一点点 不像那过去 人家对他的印象 那穆坤大哥 今天这首歌 听你唱 就是蛮轻松自在的 这首是 吴坤姐老师帮我选的歌 之前都没唱过 歌词 背的蛮辛苦 几乎每天在夹车的时候 就是在背歌 歌词比较重要 反而唱歌 老师会教嘛 背歌词老师没有教我 我要自己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听听看 我们的评判老师 觉得你们今天两位的表现如何 建祥哥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唱这首歌 并不是很有自信啦 因为从你一开始走出来的时候 你就很小心翼翼的走 然后当你表演的时候 那个眼神很不定啊 整体感觉给我一个比较很担心 比较没有什么自信的一个表演 我就一直在灌输他这个有关这个情绪的问题 所以还不是属于那种定性的状态 这种应该是对歌曲的不认识 跟对那个理解力不是很好 而且又不是自己喜爱的歌曲 默坤大哥你好 老师你好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老大的那个驾驶 你一出来 然后你走路 哇就是有风 但是那个动作有一点尴尬 对吗 就是你可能要学一些肢体语言 协调的那个东西 然后就是我很喜欢你那个有点稍微丝吼的那个声音 就是有点growling的声音 所以那个我觉得是带出了那一句的那个可恨的人 对吗 然后你你又下一句又轻下来 所以我觉得那个反差是蛮好的 默坤老师 哈喽 坚强大哥你好 你好 我发现你在唱歌的时候啊 从头到尾你都是皱着眉头的 那当然这首歌它是讲思念嘛 你在怀念你在思念 可是我觉得就算是思念也不需要一直皱着眉头 因为我没有这种的相关的经验 就是说两两个地方的恋爱 装出来就是像演戏这样装出来咯 去说服自己进入这首歌的故事的角色 我觉得你的歌声跟他的音乐没有融合在一起 你的拍子 你的这个音准都有点跑了 然后默坤大哥 我刚才看到你这样摇摇晃晃的进来 我就想说你是不是在演 你喝了很多酒回来 很像那种醉汉在咆哮的那种感觉 就是哇真的因为被伤的很深 所以那个情绪表现的相当的到位 必须要挑的是可能最后的两三句 你的那个气可能开始有一点点不够了 因为最后的那两三个字我觉得很重要 如果你的气再足一点点的话 那整体的表演就会更完整 谢谢老师 默坤大哥你好 我刚才没有看到是你的那个感觉是好像你是喝醉酒出来 我是觉得有点好像垂头上气的走出来 可是我是觉得前奏还没有开始唱歌那边 你在晃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抬头挺胸这样唱的话 这整首歌的感觉会更好 好的可以我会注意 健翔紧张吧 你的手一直在这样动 感觉到好像你心慌还是什么 他会不小心出卖你的你的手 然后唱到后面的时候 拍子那个节奏已经跑了 感觉你好像想快快把它唱完 我心中只有你的柔情 他其实在练习的时候没有那么慌张 其实是你已经表现得很好 在我来讲是这个紧张一定要拿掉 我唱歌的时候其实是蛮享受的 只是一上了舞台就会有一点紧张 母坤今天你的表现我还是觉得可圈可点 他有进步的一点就是拿麦的方向不再偏了 那么唱歌也不是大声喊了 有轻有柔有重有缓 哪怕现在只是很多时候还是用到了喉音 这个不是一招一招可以学到练好 假如他很认真的学习 其实他是另外一位可造制裁 建想这个闪闪发亮的东西应该不是你自己想要的对吧 老师给我爱的 我就知道 你今天虽然没有之前唱的这么好 但是你已经跨过那个门 这个是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 以后你会很 就是觉得自己很骄傲能够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要感谢林老师逼你去写 谢谢老师 谢谢欣灵 谢谢 穆坤你有没有发觉到你一唱歌 你这边唱完了 结果这边就会很累了 因为在中间的时候 我很留意的看到你在那边吞口水 应该是你不听话 没有一直去跟老师上课 是不是这样子呢 不是的 我可以唱三个小时不休息 喉咙也不会痛 比赛会难免会紧张 会出现这些状况 这是每个歌手都会明白的 编号三的建祥 跟编号四的穆坤 我们的评审老师觉得谁唱得比较好呢 夏燕老师 投了编号四穆坤一票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同样的也是沐坤 谢谢老师 所以在这个环节呢 也就是我们的乾坤再造队 胜出恭喜 好也要谢谢两位辛苦了 下位老师 派哪位学员上场 也是一张白子 但是他非常努力的学习 希望能够真的在各方面上有进步 而且他一个非常清纯 也非常可人的毅满 坤姐老师 谁来对垒 我们有位女将小淳啊 因为身体不适啊 所以我今天换了财层来代替他 人家拜父从军 他是父亲拜女儿从军 没有啦 对对对对 可以的他们明镜 这个就是团战的精神嘛 对不对 夏日之声队的伊曼 要带来的新周名曲是 昨夜你对我一笑 到如今云云鸟鸟鸟 我变着一叶小舟 也随着营波飘摇 昨夜你对我一笑 昨夜你对我一笑 就我离仙出秦朝 我变作一片落花 也随着漩涡打扰 昨夜你对我一笑 到如今云云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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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我变作一叶小舟 也随着营波飘摇 昨夜你对我一笑 昨夜你对我一笑 我开始有了骄傲 昨夜你对我一笑 到如今云云云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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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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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鸟�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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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随着营波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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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一首寻觅来应战 人的大地更陷了我哭泣 虽然我连伤不如痕迹 躺着固执我心里 在我心中有一颗泥雨 寻找属于我的原地 寻寻有命运 我正在这里 我满不着没有人的大地 更陷了我孤寂 虽然我连伤不如痕迹 躺着固执我心里 在我心中有一个秘密 寻找属于我的原地 你 哇 这个依曼唱的是 昨夜你对我一笑 你可以现在对我笑一下吗 哇 昨夜你对我一笑 害我整晚吓一跳 真的是 不过呢 这个依曼就是我们这一场比赛 唯一的一朵红花 对 本来有一朵 今天没有来 另外一朵 是是是 所以我在想 这个依曼本身呢 就是有在忙着打理生意 平常要练歌 会不会抽不出时间呢 尽量 尽量 都是晚上时间 下了半 下了半 大概几点 有时会提早 提早走了 如果需要练歌的时候 好 那财成大哥 突然之间要带小纯上场 那那个时候听到老师的邀请的时候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哇 糟糕了 我在一天半之前 我的老师打电话给我 财成你可以代替小纯吗 是 为什么我咧 财成这首歌 他毕竟有比赛过 也有经验 重点是 他在那么短时间能够背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你们两位今天演唱如何 听我们的评审老师们觉得 你们的表现好不好 好 依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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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可以学习声音的这个 揉音的这个运动 嗯 嗯 你看 因为这首歌你唱起来有点声音 不够柔 你想想看你的情人 对你一笑 你心里是多么甜滋滋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那个甜滋滋的感觉 一个带出来嘛 所以你对我一笑 这样感觉那个甜滋滋的那 嗯 那感觉一出来的话 那首歌会加很多分 好的 好的 谢谢 财成大哥 这首歌你唱的比刚才的那首还要好 谢谢 感觉到你有注意到 我刚才讲的那个 你在唱高音的滑上去高音的时候 要注意那个音准吗 有 所以刚才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虽然是有些时候 你还是会有点飘高音啊 可是少很多了 嗯 比较稳定了 就觉得这首歌你其实发挥的很好 好 谢谢 很好 哈啰 依曼姐你好 你好 你好 那我们 我觉得从你的表情的脸 我有看出你的喜悦 你的娇羞 可是我从你的声音 却感觉不出你的那个喜悦 尤其是你的很多的尾音 比如说 然后就 你都是这样默默的不见调 我觉得我是紧张 大会老师一直有教导 还在摸索这个 怎样去去把那个尾音拉的比较美一点 然后才成大哥 哎呀 我很开心 我终于看到你了 因为你把你的帽子就往上戴 我看到你的表情了 然后我觉得整首歌处理都不错 只是你的拉音跟尾音还是要注意 所以我发现你只要那个音稍微长一点 需要拉你的那个音准 就会开始出现一点问题 然后我发现你刚才在唱的时候 你有一直对夏韵老师放电 因为刚才他对着我看的时候 他有注意到他的高音准 那个时候他的音有准的 所以你就只是想要得到他的认可 对不对 好 那祝你好运 好 英文姐你好 你好 老师 整体表现觉得有点生硬 是因为音准的问题 因为你的那个 那首歌的音实在非常多 然后他还有那个跳音的部分 这个是差不多一个八度的跳 你可能是一直专心我要hit到那个音对哦 但是那个感觉都带不出来了 谢谢老师 台诚你唱歌就好像我们驾车这样 一直换那个gear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有点硬 我们唱歌的时候 我们尽量要保持给人一个舒服的感觉 一个很顺的感觉 这些用力的东西 我们自己知道说身体用多少力 但是也不用全部表现出来 所以继续加油啦 谢谢 谢谢 伊曼这个歌其实 音准上面呢 他还是有考验的 So la do re mi do la so la da la la so 他这样的音很多 所谓的音准不只是那个pitch啊 好像是准 我们从 So la do re mi 他听起来都是每个音 他好像有动作的 所以他不会听到好像是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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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像是一个点 所以你现在唱歌好像都是音准 可是声音像在一个点上面 就是练的时候 或者你就好像走个路 运动的时候就 有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很像有在动就好 好不好 才神这个歌有感动一点点 可以再做的更好的 我的建议就是 你唱歌的时候 不要只是说我发声出来 如果你只是说我只是要做一点声音 哦哦哦的话 那你的点就定着 你就好像只是一个扬声器 一个speaker在那边发声 要有好像唱给 唱给人听的感觉 所以刚才好像好像评审的话 觉得你有看到他们的时候 那个声音稍微感动一点 因为你有点对着人 然后把声音送出去的感觉 好不好加油 是 接下来呢我要再次提醒两位老师 你们还没有使用你们的加分权 哇 昆杰老师 怎么样要鼓励财成是吗 我要加分拿出来了 对我要鼓励财成 财成选唱这首寻觅之后 我当天半天选到之后 半天我跟他练完 那么我跟他改了一些咬字的问题 生意的使用的问题 我们的团队很有团体精神 财成真的不行 黄真也一定会出面的 或者是木坤也好 出面的话我都要鼓励他们 因为他们有这份的团体精神 就值得我给分了 老师加的三分给我 我没有想到 我很感动 那夏慧老师 您的加分权要用吗 不要 我还是留到后面吧 看到这样的话 我想说还是留给最后吧 我如果跟他一起加分的话 我等于是白加了 没有意思了 那当然你们是最后一组PK了 好我们也要来看一看 我们的评审老师们 觉得你们这个编号五一曼 以及编号六的财成呢 他们两个人的PK当中 你们比较满意谁的演出 一二三 六六六 恭喜财成 谢谢 好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PK呢是财成胜出 也要恭喜乾坤再造队 为自己的梦想 为团队的荣誉 六首星舟金曲 触动回忆 震撼心灵 哪一队是你心中的最佳战队呢 第二回合团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呢 也已经圆满的完成了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组学员呢 他们怎么样努力的全力以赴 为他们的团队取分 到底谁是得到最高分 请看大屏幕 乾坤再造队最高分是 孙财成获得79.9分 哇 他的三分之后79.9分 是 夏日之声最高分的学员是 张庆福77.3分 恭喜庆福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这个 昆杰老师如果没有帮财成加分的话 可能还略略地输了一点 OK 厉害 是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两个团队他们今天的比赛 总成绩是各得多少分 是 请看 好的 乾坤再造队 今天的总分是233分 而夏日之声队总分是226.4分 因此呢 是胜出了6.6分 恭喜乾坤再造队 所以这加了三分呢 就让他们赢6.6分 如果没加的话 就赢3.6分 是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上一场跟这一场的分数总结 让我们来看一下总成绩 好 所以乾坤再造队呢 两场的总分是463.6分 来 夏日之声队两场总分是457.1分 所以也就是说是 乾坤再造队胜出 恭喜 是赢了6.5分 是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乾坤再造队可以获得 两颗荣誉之星 而夏日之声队呢 获得的是一颗荣誉之星 是 那累积了第一 二回合团战的比赛情况 那目前四组的这个荣誉之星的排行榜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再次恭喜八面玲珑 对获得的是四颗荣誉之星 杰柱非凡队获得的是三颗荣誉之星 乾坤再造队获得两颗荣誉之星 而夏日之声队获得一颗荣誉之星 这个排得刚刚好 四三二一 是的 分数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是输了 需不需要给这个分数 昆杰老师也说他要加分 幸好我没加 不然是真的是白加了 浪费了我那三分 因为我今天加的话是有一个重点 要鼓励 哦 老师很尊重我们 老师也会鼓励我们 我们会要更加努力的为团队处理 下来歌曲选择对的话呢 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赢的 今天要进行的就是两两合唱对决 我鼓励他们谈恋爱三分之二 玉婷大哥你敢看针锋妹妹吗 敢 敢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不给你唱恨 一定是听到一把虎